他下車就是有一種太矮的感覺 然後我就跟姐姐說 我覺得我現在什麼條件都可以不要有 但是一定要180度 如果我撇除這一些什麼都不要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有一個條件 就是有一次我跟一個還不錯的男生 就是在聊天 那我也覺得我對他也還滿有好感的 不過在一次的對談中 他跟我講說 他在床上 就是他要準備 就洗完澡 工作完他在床上 然後他說如果說 以後如果我們在一起的話 然後在床上 可以一起吃爆米花 喝飲料什麼之類的 然後因為這一句話讓我覺得說 這樣子我完全沒有辦法跟他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你已經要到床上面的時候 就是要睡覺 要休息的時候 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你怕一邊親密 一邊他要吃爆米花 不是 因為我覺得吃爆就應該上太多 不行 他去外面喝 上太多給你 不是 他去外面喝 就是去外面客廳喝什麼 你的臥房不可以喝飲料 對 不要喝沒有糖的飲料 好像給你看DVD 對 因為我覺得你這樣就影響睡眠的品質 就是你在床上面你就是不能有 就是不能有食物 然後也不能有電視 你不想說你要躺著看電視 不是 我覺得你至少先跟他認識 相處之後再來敲這個罰 我們已經聊了很多次 已經聊了將近有半年了 就是有時候會再 但是你的問題 然後因為他跟我講了這個事件之後 我完全就完全不喜 馬上把他的電話刪掉 我覺得所有條件太可可 我認識過一個四十幾歲的女生 她到現在也單身 但她很優秀 她有雙碩士 然後她是一個banker 她年薪三五百萬 後來她就是也申請移民 她心裡想 也許外國人比較適合 我就申請移民 結果到外國也沒有認識人 現在已經45歲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認識一下 好 但是我後來有一天 我就知道為什麼她沒有對象 有一次我們同車 就是我剛認識她的時候 她就忽然說 湯老師妳有認識建築師嗎 我說建築師 很少有人要找建築師 我說妳是要找室內設計嗎 是不是要裝潢房子 她說不是 我要找男朋友 我說找男朋友 為什麼要找建築師 但我以前也是找建築師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建築師又有好的藝術眼光 不一定 我跟你講 他就是跟妳一模一樣 妳們對這個職業 有一種不當的懷孕 然後又有商業的部分 然後世界上有幾個人認識 建築師讓妳去認識 然後還要讓妳去試試看合不合 然後這個不合還要再 好不容易認識下一個 不可能 太能幹 太獨立了 靠人不如靠人 對 我就這樣 對 我也是這樣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像我這樣出道的早 我就什麼事情都要自己來 有時候一定要拍戲什麼 我今天晚上 我就會把所有的東西都準備好 所以我很受不了男生就是 要出門前給我拖拖拉 弄都弄醒一下 弄了一個多小時才出門 我就想說 妳為什麼昨天晚上不準備好 我也是 但是因為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已經單身這麼久了 我不獨立該怎麼辦 就是 但是如果你遇到喜歡的 還是要就是 那妳要幫我嗎 我遇到不喜歡的 我只要獨立 妳會這樣子 就是比如說 因為他可能會想要送妳 像我跟史丹麗剛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我們那時候還沒有交往 我就要假裝說 我忘記我家怎麼走這樣 沒有… 這個太假了 你每天都回家 你們說可能有人要送飼料來我家 然後他就會說 可是妳家是要爬樓梯的 他就會說那我去幫妳扛 因為他就幫我扛四樓 因為真的很重 那個狗的大飼料 都一包二十幾公斤那一家 所以妳會讓他 我反而遇到心裡的 我會更想要 我反而會更想要表現 我是很獨立的人 對 他就會說送妳回家 妳都做不好好男生怎麼表現 妳要讓他有表現的空間 就是我就會覺得說 現在的男生應該都很怕公主病的女生 就是他就說 那我們要去哪裡吃飯 那我經過妳家去接妳 我就說沒關係 我們約那裡就好了 沒有 妳要讓他有表現的機會 但是也不是就是一個公主 什麼事都不會做 就是妳該會做的時候 還是要回家 她要忙的時候妳當然要去忙 可是她要來接我的時候 或是要送我回家的時候 我都會說好 知道妳知道是我喜歡的 我反而會更逞強 就是其實行李已經很重了 拿起來很抖還自己拿 而且後來我發現就是 因為我朋友回家就唸了我一頓 他說王凱蒂 他剛好要送妳 剛好不讓他送妳 想想看你們兩個單組在車上 可以講廚話的話 然後可以就是開闢話題 然後反而那時候 搞不好還沒有換 就是交友軟體的時候 就是聊天軟體的時候 他說那時候就可以換 所以後來他們都會幫我佈局 就說妳等一下要記得送凱蒂回家 真的朋友很重要 我坐在山區 我不是都會開車嗎 有時候有一次吃完飯 我還問男生說 要不要我送妳 那妳不用車 她沒車 她就坐比較遠 她就坐比較遠 然後妳要去 加入監測 對 因為她就是坐監測來 然後問問我 那我不要先送妳回去這樣子 我印象很深刻 我從我剛出道的時候 我就聽過一個導演跟我 跟我媽講說 那時候在跟蕭強拍戲 然後那時候導演就說 妳長大要注意 千萬不要像蕭強姐姐這樣子 就是什麼事情都太能幹了 然後工作成績也很好 所以就嫁不出去 然後一直到現在 蕭強姐姐在家也撞家 對 蕭強姐也想說 沒有 我那時候聽這句話 還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我現在越來越大 我就一直覺得 就是現在在遇到一些長輩 大家都在問我說 妳應該交男朋友了 應該要結婚 然後我就會 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對 真的 什麼意思 但是我最一直左右 那不會有人在問 可是這樣一直問 我媽很怕都會跟所有的阿姨 阿伯講好 等一下我女兒來 妳不要講那個什麼無話無話 真的 要幫她介紹男女朋友 我爸爸知道我要結婚 然後有寶寶我爸爸就哭了 我爸爸我沒有想到 我這輩子還可以抱孫子 真的 已經放棄了 對 她已經放棄了 她就不敢在我們面前提 不敢講 我才知道 我爸原來少女其實是這麼的期待 對 妳跟我一樣選三個觀眾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妳跟欣美姐一樣 太能幹 太獨立 然後又是選到了 繼承家族大比遺產 不是 她是朋友 是妳的朋友對不對 是朋友繼承 但妳選到這一項 妳的朋友是這樣子發達的 那麼妳 猶豫不決又冷淡 沒耐性的 好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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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追妳真的要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的有耐性 因為妳始終喜怒不行 真的 太冷淡了 而且其實妳的心裡是猶豫不決的 我要當小女人 還是當大女人 還是我要 我要愛妳多一點 還要煩死了 對妳來說事業搞不好還容易一點 對 所以某種程度 我覺得真的要非常愛妳 非常有耐心 或者是 真的很願意在旁邊這樣子 等待妳 要不然 稍微沒耐心一點的 都等兩年了 真的要走了 妳也沒話說 這種人真的好適合養狗 是不是 真的 超有耐心的 每天都很熱情 隨時都迎接妳這樣 對 是 而且我跟他們又能溝通 真的 跟人反而不能 可以 我現在跟幾個就是 編輯很好 因為他們常常要新聞 有些記者要一些新聞 然後萬一要補版面 那我就說 可是我能講的 妳們也不會寫 對不對 不能寫 對 然後不能講的就不能講 我怎麼可能講 我講 那妳隨便亂講 那妳現在到底 到底是感情怎麼樣 說空窗 妳怎麼不去 什麼有朋友介紹 幾個總編輯都要介紹一些 大概就是跟我年齡差不多的 不是老婆掛了 要不然就是 離過婚有小孩 對 然後就是去 我不要 她說妳還是喜歡嫩奶 不是 那妳怎麼解決 我說我都幾歲了 就是 那妳講一個 不然我們怎麼寫 好 我講 我都用電擊棒好不好 她就真的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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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也是用電擊棒把妳在電 不是 不是 有一些男生看了就會害怕 這什麼新聞 這到底是什麼新聞 可是有一些就是 妳知道 就會覺得說我很幽默 就很幽默 很幽默 後來就變這樣子 離開 對 其實本質上是冷淡的 就是這件事情 也沒那麼重要 對 真的 真的沒那麼重要了 好 看下一張吧 還有下一張 很重要 這一張 這一張才說的 她今天整晚最高潮了 對 現在還沒有掀開來 掀開來就不一定了 OK…各位 就也只有三個月好嗎 這三個月要好好考慮 就三個月 麻煩 桃花運這種東西 跟亮相 跟High一點 跟自己也要創造機會有關係 好 那這幾個星座 就把握一下 第三名有兩位 我們還有四位 第三名是小玉 加油 有了… 小玉 加油 小玉 加油 我會積極的出門 那妳就一直加入Uber就對了 為什麼 突然有Uber 她第三名突然很想唱 我今天有Uber 來… 我快 之所以把你們兩個排在第三名 是因為 那真的要好好把握這三個月 這三個月 很美喔 這好消息 我今天在那裡 對 太過分了 先不要去 要搞到有同劇了 也有可能 對啊 導演 導演 導演都很老 現在導演很年輕的 你不要嫌他老哥 對啊 為什麼 人家被心裡怕什麼 為什麼 為了三個月 這兩個星座能夠把握桃花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妳一定要說出來 滿寂寞的 有沒有 真希望有人可以送我 有時候妳要把妳的要求提出來 讓旁邊的人知道 這樣就有機會了 所以我要在攝影婆一直喊 我好寂寞 不要啦 大雙 雙會有誰勝度 每次不必開始播 我好寂寞 還有多參加一些比較 可以表現妳才華才藝的那種聚會 比如說唱歌 或者是上一些才藝班 台車 或者是 其實我在拍八點檔 就是展現我才藝的 你的部份 所以妳可能就是 還有妳的要求 還有妳的有趣 健康的便當 做便當 這也是一種 人家知道妳也會做菜 妳會做菜喔 我會 或者是類似妳很會穿搭 妳就可以偶爾放 她不會 她不會 假設 我都不才藝就是這樣 有些人可能很會 妳就幫某個男生說 我幫妳 我覺得妳圍巾什麼圍 對 說不定男生就被妳觸告 而且就算同居的女演員 她們也有哥哥什麼的 不是都這樣 哥哥又不會來 妳就說妳最近 發明什麼新菜 對健康好幾個 然後坐到攝影風劇 然後說他們吃的時候 可是好急 就沒有鋪定的人 可以讓我做給她吃這樣 沒有 大家看到覺得好吃 就會問妳 那好不好有 表面的先問妳 教學堂不是就是 是因為跟同居的演員合作 然後他就接到他兒子 給她吃 妳看 是不是 對 公共這一關都先過了 前提要好吃 大家都不是 還是妳一個人在吃 那就糟糕了 好 第一名上榜的這位 不但有感情孕 也有懷孕的孕 沒有 沒有 第一名 沒有 我卻有夢到 真的 對啊 繼續 搞不好有了他 之後妳會覺得 妳的人生不一樣 妳會避孕的方法 就是一直跟他們四個在一起 幹嘛這樣講 在一起 在一起